蔡總統其實近日也不斷的 跟大家說我們這個很危險 現在再看到蔡總統能源小教室 又來上課了 來說一下 核四是危險的拼裝車 不應該重啟 說2014核四試運轉結束 設備組件損壞的數目 提出了數據2124 核四廠一號機 二號機 挪用的設備組件數目高達了1777 耐震標準落後 所以核四不安全 針對蔡總統質疑說 核四是危險拼裝車 那趙紹興也說了 你的車 我的車 都是拼裝車 引擎 輪胎 電池 儀表板 這都是不同公司製造的 那麼核電廠的反應爐發電機 也都是不同廠商 所以你要說分工也好 其實日本的核電也是如此 所以他認為說民進黨 真的是歐北共 這個說拼裝車法 就是亂說一通 現在逼得當時辛苦 來蓋核四的人 要來說他不好 這是不是違反了專業的倫理 要自打臉 徐教授 我想現在民進黨 他利用的是一種資訊不對稱 他先找學者弄得很專業的樣子 你弄不辦 其實他們才是一知半解 然後接著講完了以後 這些政務官甚至總統 在那個大會裡面就說 你看根據某個台大的學者說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我先來講一下好了 譬如說我講一下像許國勇 那天內政部長他在講說 歐美國家都是大選跟公投都脫鉤的 鬼扯 我們僑胞在美國那麼多 每一次看到選票 總統以外說一大堆公投案 一大堆那麼複雜 他人家欺騙誰以為 我們老百姓這不聰明 頭腦不清楚 所以他們是無能 才幾個公投案 就搞得要開票開到半天 OK 然後為什麼歐洲 歐洲基本上是內閣制 內閣制有時候內閣改組 國會改選沒有辦法可以掛在一起 所以你知道他就是 然後就拿一個學者的 博士生的東西一知半解 然後就來根據這樣擴大解釋 然後當然也有那些比較糟糕的 那些太陽花的那些博士生 當然現在回來已經在教書了 然後把他從這個地方 歐洲那幾個國家 擴大整個世界都是這樣子 我說你為什麼不看加拿大紐西蘭 然後澳洲跟日本跟美國 你知道這是他行銷 我再講一下 就是比如說前幾天上個禮拜 民進黨找的 曾經當過國安會的諮詢委員的 然後台大教授陶一芬就講說 你看如果我們不加入CPTPP 我們如果不讓這個地方來住的話 CPTPP不能加入等等這些東西 那現在美國已經講好 我不加入了 OK 然後他們要弄一個印太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詳細再看這幾年的 其實不管是歐盟或是其他的 他們在談判的時候 你看紐西蘭跟澳洲那麼好 為了好像海產也在吵架 美國跟日本為了蘋果也在吵架 那歐盟跟美國 那你看 他們是可能說歐盟 他們怪歐盟 怕他是補貼這個所謂的 Airbus空中巴士 那同樣的你美國補貼波音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討價還價的 為什麼不可以 更何況我講一下好了 TPP本來美國有加入的 他策劃他自己退出了 那不是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區嗎 川普說重新來 這些都可以提的對不對 他在跟我們講一道 我今天看了一個還生氣的是 自由時報 寫了找一個紐約大學的一個 周紀元教授 在講那個所謂的TPTP 一定要吃萊豬燈這些東西 我還想說 我是不曉得他是哪一行的 經濟的他的專長是什麼 不過他跟我講說 美國豬肉商協會影響力很大 好 你知道所有的利益團體一定會養一些國會議員的 就丟個幾萬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他自己有講說 美國現在他對於這個不太重要 這個不是他的重點 他現在的重點氣候變遷 然後環保人事等等這些東西 你這是重要在哪邊 所以我想一想說 你這個狗屁學者 你到底你專業是什麼 你懂嗎 你是不是去開個研討會 你英文聽得懂嗎 你沒有 我跟你講那個不是經濟問題 這是國際政治經濟問題 是角力的問題 看你有沒有幹 你就這樣 所以他找了一個他行銷 找那個百湯塞 你知道嗎 有報仇嗎 對 比較加四個 然後政客就抄一抄 然後他廁網軍廁議就開始來了 他們垂直的一條龍的行銷 對 一條龍 然後就讓這些學者講話 變成一個背書 好像真的是專業領域 只有他們懂 我們就要聽學者這個專業怎麼說 那現在黃世修說了 而且他特別強調說 這個報告大家高層都知道 他也願意跟蔡總統來辯論 委員 坦白講 國民黨在當時執政的時候 在封存核四之前 其實早就針對核四 做過非常多次的相關的檢測 光是我了解 就已經有很多學者專家 針對這個核四廠的結構 有沒有損壞 然後要不要做重新的修復 要不要重新做一些調整 其實這些工作都做過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體會說 徐永輝為什麼會告訴我們說 現在核四很爛 大家仔細想一下 就是說這個東西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 我們做過了反覆的檢測 確定他是可以運轉的 然後將來是安全無餘 而且甚至相關的結構體 也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害 因為通常核四放很久 真正受到損害的 不是裡頭的器材 真正受到損害的 是他的結構體 他的結構體 各位看到那些很多爛尾龍 我就放在那裡放久了 那個結構體就會出現安全的問題 我記得當時我們還請過好多專家學者 去針對這個結構體 都去做過了解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徐永會為什麼要告訴我們說 國民黨已經看過了 相關的這個結構 然後包含一些設施都沒有問題 然後把它封存 封存到現在 不過就是個封存的過程而已 就好像你把一個人 現在這個睡下去 把它冰起來了 至少說他基本的條件 不會有什麼改變 所以你現在忽然告訴我們說 核四經過了民進黨 封存了這些年 現在變得殘破不堪了 到底是為什麼殘破不堪 就國民黨交給民進黨的時候 是一個可以運轉 隨時可以開封重啟的核四場 為什麼放在你民進黨手上 這麼多年 就變成殘破不堪了 而且我剛才強調是 每年還有在編預算 做相關的封存的維修的工作 封存不是說就把它丟在那裡 不管把他門鎖起來 人就走了 不是的 封存是還是要做定期的一些維護 不能讓他這個 產生其他的不能運轉的問題 隨時都要能夠上線 這就是所謂封存的概念 所以徐永輝不管是他過去 現在的這個論述跟表現 其實都有太大的落差 而且有太多邏輯是講不通的 那麼我還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問題是 各位知道 我再給各位幾個數據 就從現在開始 全世界各大企業跟各大先進國家 馬上就會針對碳進行碳定價了 甚至像歐盟很快的在2030年前後 他可能就要科增所謂的碳邊境稅 蘋果電腦以後要代工iPhone手機的時候 他可能會要求 所有他的供應商都要全部使用綠電 這就是為什麼台積電 幾乎把台灣所有的風力發電都買光了 就是因為他必須要先做佈局 那我請各位觀眾朋友想一想 那台灣其他的產業怎麼辦 我們的店就這麼一點點 我們的綠店就6% 還沒有20% 就只剩下6% 6%該買的這些大廠 這麼電晶圓才會通通幫你買光了 其他的產業以後會面臨什麼狀況 以後會面臨到一旦進行碳定價 一旦被科碳邊境稅 我們所有台灣外銷的產品 都會大幅的提升 我們在國外市場的價格 會嚴重的影響我們的競爭力 這個問題 政府院黨總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那你到底要怎麼解決 你不要核電 那你要什麼 民進黨當時在在野的時候 蔡英文是什麼跟我們保證的 說民進黨執政 台灣不缺電 還有一些250的民進黨政治人物說 電沒有缺 都是被國民黨藏起來的 現在國民黨執政了 這個民進黨執政了 你可以把電找出來 國民黨的電沒有埋得這麼深 你可以想辦法把它挖出來 那電到底在哪兒 民進黨執政居然還是缺電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這個電力供給的問題 對一個國家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產業發展的基礎 你如果連電都不夠 你憑什麼要求其他的什麼 台商回歸 然後你憑什麼要求 國際的這些大廠 在我們台灣設的生產基地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連綠電都不夠 將來民生用電 工業用電都會發生問題 人民缺電 然後我們的產業 也沒有競爭力 那台灣就會走向末路了 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 所以這些訊息 民進黨都不敢讓台灣人民知道 民進黨不斷的在用謊言 不斷的在做洗腦 他們一直以為 謊言講一百遍就會變成真話了 就好像剛才施教授講的 明明這個跟CPTPP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八竿子打不到邊的 各位知道 我們早就已經開放萊豬了 我們現在這個公投 只是要求民進黨改變 他們當時開放萊豬的決策 照民進黨的說法 開放萊豬是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加入CPTPP的重要關鍵 我們早就已經開放了 我們早就讓它進口了 台灣現在走向國際社會了嗎 我們現在加入了CPTPP了嗎 民進黨有在開放萊豬進口 第二天就趕快送申請表嗎 說我們要加入CPTPP了 因為我們開放萊豬了 沒有 民進黨根本沒有 民進黨一直擺爛擺到 北京政府自己申請加入CPTPP的時候 民進黨為了怕被罵 自己趕快來匆匆忙忙的提出了申請 所以這一切都是完全的一套謊言 但是我實在無法理解 就是民進黨的這些政治人物 從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 到所有的官員 他們真的以為台灣人民 就這麼好騙就對了 我就不斷的再重複 同樣的一套論述 不斷的謊言 他就真的覺得說 台灣人民就可以被糊弄過去了嗎 所以電到底在哪裡 我們請犯人講一下 國民黨把電藏去哪裡了到底 對 他們說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電都藏起來 現在我要請問一下民進黨 你們電藏在哪裡 趕快拿出來 對 剛剛蔡英文在講耐震 耐震的我們要回歸一下專業 其實核式耐震的設計 是高於基準值 0.4G的話 它整個強度是國家地震的七級 所以我們耐震的 實際的設計值 你看其實都高於強度七級以上 表示什麼 就是說今天如果發生了大地震 北台灣都倒了 可能剩下核四還在那邊 還在屹立不搖 所以真的不要再用一些 當然講要專業專業 不要再恐嚇人民 讓人民覺得好恐慌 好像是在地震帶會怎麼樣 那來S斷 S斷層 它不是一個活動斷層 所以它所處在的一個斷層 它不是一個活動斷層 我覺得政府應該給人民一個正確的資訊 而不是用一個恐嚇的言語 來告訴你 跟你講說 我跟你說很可怕 它在斷層上 所以會怎麼樣 這樣恐嚇人民 讓人民產生一個心理會覺得說 真的好可怕 好 再來 如果我們今天是結構要加強 或是補強的部分的話 核一 核二 核三場 都有做過這個補強的一個延長 而且它僅需要花40天的時間 這工程僅需要花40天 所以很簡單就是 如果今天政府想做 我覺得你什麼事都能做 只是你不想做 你有各種這種的理由 曾經民進黨 他們是挺合適的 我們再回想一下 呂秀蓮 呂秀蓮那時候在當副總統的時候 他講了 他說他很支持核能發電 因為他覺得核能發電就是 綠色能源 再來 今年的三月 美麗島 美麗島電子報有做一個民調 其實民眾多數認為 核電力大於弊 這是一個最新的一個民調 三月份 今年三月的美麗島一個電子報的一個民調顯示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正視國內的人民的一個基本的聲音 所以不要去改變民意 也不要用任何很恐怖的事情的話語來慫恿人民 就是說我跟你講那個好可怕 那個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如果今天核電那麼可怕 照理來說日本人應該會比我們更恐慌 他們曾經是發生過事情的 但是他們不只是沒有封存 沒有封存他們的核電 他們還是一直在蓋他們的核電 他們很清楚今天沒有核電 物價所有都要上漲 電費一定要上漲 沒有核電 真的國家是很難去運作下來 所以要緊張的 反正日本是比我們更緊張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把正確的資訊 政府我覺得執政者要有良心 把正確的資訊要告訴人民 而不是用這種 用恐嚇的方式來騙我們所有人民 那麼早就算有一個資訊 明星期間 所以我們會不會進入 例えば來找第三個資訊